真是太好了 柴达木盆地又迎来了好消息 据说专家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大宝藏 并且预估整体的价值至少在800万亿元以上 然而震惊的事情来了 美媒却在这时突然站出来说 这些物资必须要和世界各国一起享用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美媒是怎么厚着脸皮说出这句话的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京木区历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众所周知 我国物产富饶并且国土面积也十分广阔 这些广阔的土地资源不仅养育了无数的中儿儿女 还造就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 除了以上说的这些宝藏以外 我国又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一个巨型的矿藏 据专家的勘测结果来看 在这个矿藏中发现了大量的金属岩 而且放眼整个世界来看 这样的发现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初步估算来看 这座矿藏的价值至少达到了八百万亿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感到疑惑了 不就是盐吗 这有什么稀奇的 其实不然 咱们发现的可不是普通的盐 而是金属盐 由于里面的金属含量非常丰富 所以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 比如说咱们熟悉的军事行业 还有各种桥梁的建设方面等等 然而就在咱们国家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 美媒非要在这个时候恶心你一下 美媒宣称 咱们国家发现的宝藏不能自己享用 必须要拿出来和全世界的国家一起分享 真的是太搞笑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吗 那么对于美媒的这种做法 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